我們公司是一個跨國貿易公司 總部設在瑞士 我們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都有分公司 公司主要的業務 是做一些醫療級數的個人防疫用品 我們自己本身的資料很分散 通常是用Excel或者其他坊間的財務軟件 記錄一些資料 如果長遠來說 對公司都會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系統 能夠整合到我們各個部門的需要 包括我們的產品質素監控 直至到由廠出來的物流 以及我們的財務和銷售部門 我們考慮這個系統都花了頗長的時間 最後我們選擇了NetSuite的系統 我們主要能夠是一個雲端的處理系統 無論在瑞士、香港和內地的同事 實時看到整個情況 這個對於我們公司的整體運作是很必要的 我們選擇煙草 第一就是因為我們都看過煙草公司 過往和很多間大型公司 都特別寫了適合他們的NetSuite的系統 第二就是他們有個熱誠 希望幫到公司能夠解決他們一些問題 因為第三者去了解公司 去認真運作是需要時間的 他都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在這方面去認識這間公司 在這方面我覺得是值得讚賞 對於我們整個系統的建立是得益不少的 在NetSuite裡面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微調的 煙草就是對客人的要求能夠滿足 所以選擇了煙草和我們開發這個 特別為我們公司而設的NetSuite系統 以往我們的資料庫號分散 現在是整合了 直接放在NetSuite裡面 變成我們比較容易找到資料出來 這件事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夠監控物流 因為客人譬如放錢的時候 通常就要看到我們船運的單 或者到岸的時間 一直監控著船的進度 NetSuite對我們公司來說 除了在物流、質素管理方面幫助到 其實它有一個比較好的用途 就是因為它庫存管理的時候 它有入貨和出貨的日期 可以讓我們監控了一些產品 究竟會不會是過期呢 特別是我們 譬如有些對於那個時限 是比較緊張的產品 譬如奶粉 對於我們使用來說 或者是銷售給一些客人 是比較好的 我們覺得用了一小部分 就算現在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我們只是做了一些寄存 或者提取 我們下一步 我們希望將資料 能夠做一些分析 包括物流的時間 質素標準 我們除了一些個人防疫用品 我們希望都會做一些藥 將會推出鋼解手套 希望對環保出點力 對環保出點力